我們大家先請合掌 南模本師釋迦莫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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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上聖身為妙法 百千萬劫南昭露 我今劍文德授辭 我今劍文德授辭 勇解如來真實意 各位請示大家阿彌陀佛 看這個課本三十四頁講到 這個分身地藏 那麼都來到刀立天宮 啊 來供養佛 那麼這些分身地藏都是因為地藏菩薩的教化 那麼都得到 阿彼拔志 不退轉於阿妞多努善廟三部體 所以他們來到刀立天宮 那麼看見佛非常的歡喜 阿彼拔志 講到這裡 心懷勇越 沾仰如來 目不暫死 好 那麼這個時候 阿 那麼 世尊 書金色壁 就是 伸出他的手 那基本上是右手 摩百千萬億 啊 底下這些都是數字啊 前面也有過 百千萬億 是數字 就數目 的這種名詞 那麼 各十百千萬億 這樣 都是十倍數的 這個是百千萬億 就十百千萬億 那麼 這個是最初的 前面的第2個第3個第4個第5個 就百千萬億 十百為一千 十千為一萬 十萬為一億 那麼後面 不可思不可意不可量不可說 這個是十大數裡面的 第6第7第8跟第9 那第10個是不可說不可說 那麼就是 他是最後的 最後的 幾個數字 就十大數裡面 那麼 無量 是第2個 阿森啟是第1個 這個都是 把這一些最大的數字 最小到最大 那麼 這中間的數字 加起 其實就形容非常非常的多 也是這樣 那這個都是數字 阿森啟是十大數裡面 那麼 第一個 無量是第2個 阿 那麼 後面 不可思不可意不可量不可說 是第6個到第9個 好 那這個都是形容詞 那 諸 温身 地藏 菩薩 啊 摩草 那就是說 啊 我們先稍微想一下就是 這個 分身地藏 分身地藏的意思就是 啊 地藏的分身 他不是地藏菩薩 化化化現的分身不是 而是地藏菩薩 教化的分身 教化的 教化的眾生 叫做做化身 分身 啊 那麼 受到地藏菩薩的教化 那麼得到成就的 這一些眾生 都叫做地藏分身 好 那麼 那這些人 啊 都來到 啊 都來到這個道立天空 啊 那有一點 舉個例啦 比如說 你們聽如遠法師的課 那麼 如遠法師啊 那麼帶你們去 啊 見這個真華長老 啊 真華長老 跟你勉勵 那你就是如遠 如遠法師的分身 類似像這樣 你因為受到 啊 那麼 這個如遠法師的教導 那麼你對於博法有深刻的體驗 有 有深刻的體證 那麼 這個 這個 在這裡叫做分身 啊 我們不要想說 喔 發現都幾千幾萬個人 不需要 不是這個意思 啊 我們了解 啊 所以我們 我們如果相信 釋迦摩尼佛 那麼 我們因為釋迦摩尼佛的教法 得到利益 得到智慧 得到不退轉 於阿妮多納三不得 那麼我們就是 釋迦佛的分身 其實是這樣 好 那麼這裡有幾個概念 一個就是分身的概念 啊 一個就是英里合身 極限合身 而度化之的概念 跟我們一般想的不太一樣 啊 那英里合身 即限合身而度化之 當然有把菩薩可以視線 那麼 但是最主要的是 啊 他的心 那麼我英里 我是英里 你父母的身份 來教換 英里朋友的身份 來教換 啊 英里兄弟姐妹的身份 來教換 英里師父的身份 來教換 那麼他基本上 啊 他 就是說 他這個也是 英里合身得度 極限合身 啊 就好像啊 父母在教導子女 雖然現在你說他爸爸 或是他媽媽 但現在你跟他像用朋友的方式 啊 去引導他 啊 那麼這個其實就是英里合身得度 極限合身 那麼這兩個觀念 我們在這裡稍微要釐清一下 因為我們很容易就是 啊這個分身就是第三菩薩變化的 不是 是他教化的 不是他變化 那麼這個我們要知道 好 那麼所以 這個 這些 這一些受到地藏菩薩教化的人 都是因為地藏菩薩到道立天宮 那麼 這個 他們也跟著到道立天宮 那麼釋迦佛在道立天宮 那麼說法 那麼 所以 所以 這個 這個釋迦佛 啊就輸金色冰 摩這個 其實就是 啊就是 就是 鼓勵 啊 這一些 來天法的 這些 地藏菩薩的弟子 啊 啊 跟他們講 啊 所以他說 因為這些 因為這些 前面有講 這些分身 都是因為地藏菩薩的 驕傲 而得不退轉 不退轉 就是阿彌伯 那麼已經就是 他的菩提心 已經是聖利菩提心了 聖利菩提心不會退 啊 基本上不退轉 基本上是 正無神法人才不退轉 那如果是 世俗菩提心 他還會退轉 那聖利菩提心 就不會退轉 不會退轉為凡夫 不會退轉為二層 啊 所以 這些基本上 都可以叫做 摩赫薩 大菩薩 所以他這裡叫做 諸分身地藏菩薩 摩赫薩的 頭頂 就摩顶 一般來講 一般來講 摩顶 都是 都是 鼓勵 啊 那麼肯定的意思 啊 那以前這個印度人頭頂是最 最尊貴人所以 如果王子要身為做國王就叫做灌頂 那基本上 基本上是這樣 那麼 最尊敬的就是用頭去頂禮他的腳 啊 最卑賤的腳 那麼 所以摩顶是一種非常大的肯定 啊 其實是這樣 啊 那麼摩顶之後就跟他們講 哇 這個吳就是如來釋迦佛自己說 吳予五卓二字 我在這個世間 這個世間說法事業叫做五卓二字 這個我們上次有說過 啊 節卓 賤卓 煩惱 眾生卓命卓 其實就是 啊 有一點點 在這個世間 有一點點辛苦 有一點點幸 那基本上是這樣 但是辛苦的時候比較多 幸福的時候 不太多 啊 所以叫做堪忍 堪忍 但是也因為這樣比較好修習 那麼 教化如是剛搶與眾生 就是我在這樣的一個苦難的世間 教化 這個 剛搶的眾生 那麼苦難跟剛搶是 一個是因一個是果 那一般因為我們剛搶的意思就是 我們內在有煩惱 不容易調補 不容易控制 那麼 所以他叫做剛搶 那麼如果容易 容易控制 容易調補 那個叫做柔軟 那麼 如果心柔軟 就容易得度 容易受教 就是別人講 你可以聽得進去 別人講 你不用辦法聽進去 那麼 就算聽進去的人 你也不願意 那個叫做剛搶 所以剛搶 難挑難挑 剛搶是指 我們的煩惱性 因為你會來這個世間一定是有煩惱來的 有夜來的 那麼你的煩惱跟夜如果沒有經過控制調補 他是沒有辦法斷除 那沒有辦法斷除 沒有辦法斷除 你就沒有辦法 離開輪迴 離開苦難的世間 是沒有辦法的 所以釋交佛說 我在這個事件 在這個苦難的世間 五著二字 那麼 叫妄如是 剛搶眾生 那麼 一般 像地藏經說的就是 剛搶 難挑難補的 眾生 那麼 讓他的心 可以調補 那麼 舍邪歸正 舍邪道歸正道 舍邪法 信正法 基本上 所以一開始有正信 佛法先講正信 然後才講正見 所以 益頓導師也有講 修學佛應從正信中 先講正信 然後才講正見 那麼 正信 牽涉到當時有很多 宗教學派 印度當時有所謂的沙門婆羅門 那沙門裡面 有所謂的佛教叫做內道跟外道 佛法的佛陀的 跟外道 外道有六師外道 外道有六師外道 那麼 佛法的基本上就是八正道 講正見的 那麼 你必須要先信 佛 佛教 唯一三保 你必須要先信佛教 你才會有正見 你不信佛教 你信婆羅門 那麼信其他的 六師外道 沙門 比如說你信回教 你信基督教 那麼回教是 信阿拉的 他認為阿拉 就是這個真主 他可以 主導人的苦跟熱 可以讓你升天 可以讓你下地獄 可以 可以透過他的神力 灭你的罪孽 那麼 也可以因為他的憤怒 而讓你痛苦 但是佛法不這麼說 那麼因為他的觀念是這樣 基督教也一樣 其他的宗教大部分都是這樣 但有些宗教是 是沒有夜報的 死了就死 那沒有夜報沒有因果 沒有善惡 有些是有夜報 但不是你努力就可以的 時間到了大家都 都解脫 時間還沒到大家都輪迴 那也有的說 這個 有夜但是沒有報 就是說沒有 有些是沒有夜也沒有報 但是有些就是 有善惡 有夜報 但是這個夜報並不是 自己可以決定的 你在怎麼用功 你在怎麼用功 那麼也不一定可以滅你的罪 那有些是無陰無遠的 有些是 有些是已經決定好的 叫做宿命論 有些是無陰論 反正非常多 那你在恒河邊 殺了1000個人也沒有罪 在恒河的南邊 殺1000個人也沒有罪 在恒河的北邊 布施給1000個人也沒有福包 反正就是非常多的觀念 那這些觀念一般我們就叫做邪見 邪見 所以你先要能夠歸一三法 相信佛法 相信佛教 相信釋迦牟尼佛 當時也有很多六四外道 很多婆羅門 婆羅門是講 婆羅門是講 透過祭祀 就是法會 可以 解決一切的問題 唸唸 唸唸什麼特殊的 咒音的咒语 就可以解決很多問題 你要 你要增加福報 要增加智慧 那要灭罪业 要往生淨土 念不同的咒可以完成你不同的功用 那麼這個其實 其實佛法不這麼講 佛法 這個都是外道的說法 這個是婆羅門的說法 佛教的說法是 一切都因你個人的行為 發生行為 行為有深夜跟土夜 因你的發生你的行為 形成一種力量 那麼 這種力量叫做業力 那麼 因你的業力的善根的 發生的好跟不好 行為的 好跟不好 道德跟不道德 形成一種好跟不好的力量 那麼這種力量 這種力量 會 帶你 你不由自主的會帶你到 苦跟熱的 事件 或是讓你遭受苦跟熱的禁見 那麼這個是佛法說的 所以叫做一夜 一夜受报 一夜受 一二夜受苦報 一善夜受熱報 那麼一禁夜 一禁夜出三戒 那這個是 先有正信 要先正信三保 所以英尊老師說 要先從正信三保中來 先正信三保就是佛法生 那麼在 在 依佛所說的法 依法修行 那麼得正見 那麼行八正道 那麼你如果不信三保 你就沒有八正道 你信三保了 你才知道有八正道 其實是這樣 那麼這個是佛法裡面要所謂的正信跟正見 那因為我們現在的佛法 已經穿得非常多 非常多世間的觀念 外道的觀念 非常多 我們現在雖然信三保 但是我們不一定有正見 佛陀時代 你只要信佛 那一定有正見 佛說的 就是真理 那現在 因為我們沒有見到佛 我們也沒有見舍利弗 募建 那麼所以 都是凡夫說的 凡夫說的 有時候他自己也沒有正見 所以 以前在釋迦佛的時代 你只要信佛那麼你一定會得正見 因正信有正見 現在就算我們是三保弟子 我們不一定有正見 所以我們必須透過如理思維 那麼好好了解 佛法到底是在說什麼 那麼包括 比如說地藏經 那麼地藏經很多人 一聽見地藏經就是 他就是什麼 超度用的 地藏菩薩是幽明教主 常其住在地域裡面 那麼 他就是鬼王 鬼王之王 那不是 這個觀念是錯誤的 地藏 地藏菩薩叫做菩薩 菩提撒道是發菩提心 得成就的人 他怎麼可能住在鬼道中 怎麼可能是鬼王 不太可能這個時候 所以我們把它叫做幽明教主 其實不是 他不是專管鬼 也不是專在鬼道 不是這樣子 地藏經的本願也不是這樣 但是我們大部分人的誤會 因為很多人送過地藏經 都是因為 都是因為眷屬亡生 或是 神病啊 所以去送地藏經 那麼但是送地藏經的人並不了解地藏經 念地藏菩薩的人 並不懂地藏菩薩 真的 那麼所以 所以即使是正信的人 沒有 他即使一般我們講 你信佛教就叫正信 你不是信其他的沙門 婆羅門 那如果從現在的世界來講 你不是信基督教 不是信鬼教 不是信道教 不是信其他的宗教 印度教 那麼你就是正信 但是現在來看 就算你信佛教 你也不一定是正信 因為你沒有正見 所以這個 這個現在看起來還是 不完全一樣 好那我們來看 那麼現在說 他說 這個 釋迦佛 跟這個分身的地藏菩薩說 我在五卓二世 那麼 度化了很多 剛強難調難撫的眾生 讓他捨邪歸任 捨去邪道 那歸向正道 這是佛教 那麼捨去邪法 那麼歸向正法 這捨邪歸正 那麼死有益恩 十個人裡面 還有一兩個 仍然怎麼樣 仍然沒有辦法調 善惡死在 有造惡業 起惡心 造惡業的習慣 就是沒有辦法調 就改不過了 或是不願意改 或是他沒有能力改 有些是這樣的 因為我們有些也是這樣 就是說 我們也知道這個不對 可是 我也想改 但我就改不過來啊 我就沒辦法 會有這種 其實就是說 他不是改不過 但是因為你長時間累積起來 必須要長時間怎麼樣 長時間 要努力 然後發心要改過來 那麼我們常常 其實說我們 我們常常用 比如說用20年造個業 那麼希望念兩天的大悲咒 然後就能夠把它化掉 沒有 沒有這樣子 所以 你長時間累積的業 你必須要長時間精進把它轉過來 把它轉過來 那麼 但是我們都希望 用最快的時間 最省力的方法 那麼得到 最好最殊勝的作用 這個這種心 我們叫做不老實 就是 就是 比較 沒有不實在 那我們應該要就是 我們用了 我們造了那麼 你說你 搬了那麼多的木材來這裡 那 你 你要放置磚頭來這裡 你要把它搬掉 你也要用 甚至用更多的時間把它清掉 那我們累積的煩惱 當然你如果有智慧 可是這個智慧 你要形成這麼大的智慧 那也是要時間 所以 基本上學佛的人 第一個就是 你既然知道正確的路 那麼你就要有信心 但是你一下子做不到 你就要發怨 因為那個怨心嘛 就是 我一定要做到 我一定可以做到 我向著這個目標往前進 做到哪裡 哪裡就是圓滿 要這樣的發行 這樣才有辦法真正 把你那個成年累積 剛搶難挑難撫的那種 煩惱 劃掉 第四樣子 好 那麼所以他這裡講 十有意二 十個人裡面 有一兩個 就是八成 八九成 那還有一成 一兩成的 一兩成的眾生 沒有辦法 那 他說 現在 現在是釋迦佛在教這一些分身的地藏菩薩 怎麼度眾生 他舉他自己為例 我是怎麼度眾生 第一個 他當然有一些人容易度 有一些人不容易度 但是即使有這些不容易度的人 他也不放棄他們 地藏菩薩有一個 有一個 很偉大的裡面 就是永不放棄任何一個眾生 就算他在怎麼剛搶難挑難得 永不放棄任何一個眾生 那這個是 而且就在最苦的地方 教化最剛搶難挑難得的眾生 看這個是其實是很不容易的 好 所以他現在在教這些分身地藏 他說無意 雖然 還有一兩個 還有這樣 習氣 業力 煩惱 我 吾就是如來 釋迦佛 一分身 一分身 那麼 基本上 這個分身跟地藏的分身是一樣 那麼舉個例來講 釋迦佛 舍利佛講的跟他講的都一樣 所以舍利佛也常常帶釋迦佛說 所以 釋迦佛釋迦佛教化了多少 像釋迦佛 釋迦佛 開始 教化了63個阿羅漢 伏比丘 耶澤 55個人 就60個 索匹爺 富羅那 加詹炎 63個 然後就告訴他 告訴他們 你們一個人走一條路去外面度眾的 那麼這63個就是釋迦佛的最初的分身 因為他正德他都正阿羅漢 他已經圓滿正德 阿羅漢就是佛說的話他完全 完全的體正 所以他能夠圓滿 服務的把佛說的法 讓眾生可以得解脫的方法再去 交出去 所以這些就等同佛在說法 因為佛說法也是讓你得解脫啊 可是這些佛弟子說法也是讓眾生得解脫 說的是一樣的法 那麼 如果眾生得以修學 他正德是一樣的境界 那 這個就等同佛在說法 那後來像金剛經 此經守在之處 極為有佛 有沒有 這個也是 因為以前沒有經本 以前沒有經本 那麼 所以必須靠人說 所以人就是分身 那後來有經本 經本裡面記載的是 就是法的道理 那麼你明白了 你一樣怎麼樣 你一樣可以得到利益 所以 這個也變成 後來經本就變成分身 所以像金剛經就講 此經所在之處 極為有佛 這是什麼 這個就是佛的分身 這金剛經是什麼 讓人成佛的經典 波爾波羅蜜 大智慧道普漢 讓人成佛的經典 他是大秤的 他是可以解脫的經典 所以當你從這個經典裡面 從這個經典裡面 了解了這個道理 就好像 好像你從釋迦佛 那邊親自聽到這個道理一樣 因為你眼睛看到這個文字 變成理解這個道理 跟耳朵聽到聲音 眼見耳聞 都入這個心 入這個心明白這個道理 都得到利益 他是一樣的 所以後來 像這種分身 後來經典也變成是一種分身 那金剛經裡面其他各種經典都有這麼說 那這個是 佛陀的事實在其實是沒有經典的 就是他只有 佛語傳授靠人 那所以這些人就是分身 所以我們觀念稍微知道一下 好 那麼 所以他說 我也分身千百語 釋迦佛最初的分身就是那個63個阿羅漢 後來舍利佛 穆劍連 啊 那麼 這些非常的多 虛佛居非常的多 都 代表著佛 去度很多很多的眾生 啊 那麼 所以這一些 啊 這一些 就 非常多叫做千百語 那 廣色方便 那麼用種種的方便 那 去利益他 那麼 這裡又分四種 啊 那主要就是有兩種 一種叫做利根的 一種叫做頓根的 那論 那麼利根的人裡面 啊有兩種 一種是智慧比較利 那麼 這種人 一聽 他就知道 啊 像虛伏迪這一種 那也是智慧比較利 像舍利佛也是一樣 穆劍連也是一樣 舍利佛還沒見到佛 見到佛的分身 誰啊 啊 那麼馬聖比丘 馬聖比丘是 吳比丘之一啊 他正在阿羅漢之後 佛交代他們 63個 63個行菩薩 這是各自 各自代表佛去弘法利益中生的人 那馬聖 舍利佛見到馬聖比丘 看到馬聖比丘的位影就被他所射手 然後就問他 你師父是誰 教你什麼 我說我師父是 釋迦牟 他跟我說的話 重點就是 諸法應援先 諸法應援 釋迦勒當當聽到這樣 釋迦勒當當聽到這樣 舍利佛當當聽到這樣 就正出國了 他趕快把話 講給 穆劍連聽 穆劍連 現在 現在 舍利佛正國 他已經有少分的分身 他在講給穆劍連聽 穆劍連也正出國 你看就是這樣 那麼後來兩個人 兩個人一起 跟著馬聖比丘去見佛 那麼就成為佛弟子 穆劍連 七天正阿羅安 舍利佛 15天正阿羅安 穆劍連聽了之後 出家了之後 跟佛 他本來就出家 他跟善若人出家 後來 因為馬聖比丘的因緣 他跟佛出家 出家之後 勿建 就聽佛說法 觀無常 無我 在樹下 七天精進 正阿羅安 舍利佛做佛事者 沒有沒有時間精進 但是他就整理佛的這一些 就是 這些 就是照顧佛的 十一住行 然後有人來 這個安排 然後在旁邊刪封 那麼等到他舅舅來找他的時候 第15天 他 佛在跟他舅舅 摩劇之樓說法 他在後面聽 三個三個就鎮阿羅漢 所以他15天 那這些都算利根的 非常利根的 非常利根 像虛把頭 像吳比丘第一個 覺悟的是喬成爐 我去渡吳比丘 第一天 沒有幾天 他就鎮阿羅漢 後來吳比丘就鎮阿羅漢 然後 三加社的地址 也是沒有多久全部鎮 1000個全部鎮阿羅漢 舍利伯木劍典的地址250個 也是沒多久全部鎮阿羅漢 最後一個虛把頭 才聽沒有幾分鐘 那麼先釐清 又事外道到底有沒有解脫的聖者 佛王跟他講沒有 沒有八真道就沒有解脫 後來佛所在跟他講 是第五瓦的道 沒有幾分鐘他就鎮阿羅漢 還宣佛入涅盤 你看這個都是利根的 這個都是利根 那就是說 他過去 過去有 解脫的智慧 我們為什麼 我們常常會覺得 很奇怪 為什麼那些人 那些人 鎮阿羅漢好像在吃一個蘋果很快就 沒有了吃完就鎮阿羅漢了 好像在吃完吃一碗飯一樣 一碗飯吃完就鎮阿羅漢了 好像很容易 為什麼我們覺得好像 很難 我們覺得 我們這碗飯 等到 裡面都死到嗎 為什麼吃起來 吃起來好像 不但消化不良 而且還很痛苦 人家一碗飯吃完的時間就鎮阿羅漢了 差別在哪裡你知道嗎 你有沒有數字會 我覺得我們現在的佛教這一點就是沒有 數字會是什麼你知道嗎 過去累積的智慧 你要知道我們現在的修行是這樣 文詩修這個好像之前跟他講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我們現在很多人 學習佛法 那麼即使天到天點不太會乏死 那麼不太能夠做 做得好像也 不容易有利益 他們根源在哪裡 其實我也一直在想這個問題 為什麼以前那些人 我就覺得文賢覺得說 這些人 鎮狗好像在吃滷肉放一樣 一碗完了就完了就解脫了 我們不是啊 那為什麼差再差那麼多呢 我們真的有這個動嗎 我告訴你 後來我研究了很久 就是我覺得 就從經典裡面講 我覺得不是這樣 那麼 天上就是沒有所謂天生 天生就是你過去沒有血 現在就叫做天生不會吧 你過去有血就是天生會吧 不是天生的 是過去累積來的 那不是誰決定 我們的修行解脫是這樣 那麼文 思修主要是會 文所成 思所成 重點是會 沒有會就沒有解脫 沒有會沒有解脫 沒有解脫 沒有 沒有離苦這件事 文所成會 這個我們要主要要講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大部分的佛教 沒有會 文 少分 那麼 思所成一分都沒有 更少 或者更少 有些根本沒有思 不去思考 送完經不思考 只覺得把經送完就有功能 唸佛不去思考 只覺得唸佛佛就會加持 這種觀念就是完全沒有會的觀念 那麼 也許有文所成 你也知道八正道 你也知道四弟 你也知道元旗 但是 你知道就是知道 知道跟不知道沒有兩樣 那麼 所以 這個 這個其實是沒有辦法 等一下我們來講 會是最重要 為什麼 因為 我們會受苦 只要是因為業 先把這個喜歡 修所成 那麼文師修之後就什麼 正 正所成 那麼這個是有肉會 就是你雖然知道無我 你雖然知道元旗 可是也沒有解脫啊 可是為什麼他們只聽到元旗 他們就解脫呢 他們就正果呢 可是我們為什麼聽了那麼多遍 什麼也沒看見呢 什麼也不知道呢 差在哪裡呢 那基本上是這樣 這個是有肉會 就是夾雜有煩惱 因為我們就是 有肉 有肉的果爆 就是有煩惱 有業的果爆才成為這個人生 有肉 這是有肉會 仍然夾雜有煩惱的智慧 雖然是文師修 一文師修入三摩地 那麼 那麼最後才正所成這個是無肉會 無肉會 那麼 有一些人你說有一些人很快就正出國 像 像 舍利伯的弟弟 啊 那麼八歲 七歲或八歲就正阿羅漢 君陀沙咪 屁舍去 在家的女眾 七歲 他爺爺帶他去聽佛說法 他就正出國 那為什麼那麼厲害 那麼 比如說好我們講 這個 這個 虛 不是 這個 六祖會 他當 他挑著慘 從路上走過 只是聽到人家在念金剛經 因無所住而生其心 他就有所悟了 那他悟不知道悟到什麼 當時他就有所體會 他就類似有那種正果或正見正上的作用 因無所住你聽過幾次啊 那你有什麼作用你告訴我 沒有為什麼 你講過去先不可得現在先不可得未來先不可得你講過幾次 可是你有什麼體會嗎 唯一的體會就是我都沒有體會 那這種 為什麼會這樣呢 為什麼人家一句話 一種思考 內心就會產生 變化 而且是 而且是智慧的變化 為什麼我們沒有 好 我們經教就要講 我們像我們現在的佛教 修行的那個方法 是沒有會 沒有會的 頂多就是定 也沒有特別定定有 正念 比如說你念佛 念咒 念經 你有去思考嗎 沒有 你就是專心念 那麼佛就會加持 經中自有加持力 佛號自有加持力 咒語聲音聲中自有加持力 你就是這種觀念那你相信你這個哪有會 會是什麼 文詩特別是詩 詩是什麼 詩是要聽過思考 我們的修行就好像一粒花生進去 然後拉出來的時候也是一粒花生出來 你沒有產生作用 唯一的作用就感就讓你感覺到我有吃飽我有吃了 但是沒有營養 你沒有吸收 真的我們的修行是這樣 所以因為這樣 你沒有累積你這一生在這樣修 你下一輩子也沒有 你也沒有 那麼如果你這一生像我們 像我們今天這樣 他們對經典 念解如來真實意 而不是 吳上聖身為妙吧 百千萬劫難遭遇 這個是很難殊勝難得的 我堅見聞得著 我現在可以聽得到 我要好好的去什麼 理解他 知道他 明白他究竟在說些什麼 我到底要怎麼修 要修到什麼程度 這個你要知道 可是我們現在都不是這樣 我們現在都做什麼 吳柳先生 好讀書不求聖解 不用懂那麼多 甚至連讀書都不要了 啊那麼只要 好好 好好用功這個叫做實修 實修 實修中 沒有智慧的都不叫做實修不實在 借跟定 啊 借跟定 一般叫做借定慧嘛 就是三無漏血 借 是調補 借是控制煩惱 定是調補煩惱 只有會才能斷除煩惱 這個是共事間的 我頂多最多最多只到吳而言 七年 每天早上唸三倍心經 也沒有好好去理解 心經到底在說接著 反正就色不亦空空 不亦色 受想形式 亦不如是 反正就這樣 唸完了 唸完了 煩惱亦不如是 沒有用啊 真的啊 但是也不能講完全沒有用 他有色心的功用 色心在哪裡 當下念色心 不念了呢 心又怎麼樣 心又攀遠六成了 又氣這個又氣那個 啊 那麼 所以你又煩惱這個煩惱這個 優力這個優力那個貪這個貪那個 我告訴你 你沒有辦法 你沒有他告訴你的是修行的方法 修行的刺定 修行的理論 修行的宗旨 修行的修善修行的功德 你沒有去了解他到底在說些什麼 他 你讀了經之後你應該了解 這個經到底是告訴你怎麼修行 像我們現在讀地藏錢也是一樣 他告訴你怎麼修行 那你第一步要做些什麼 第二步要做些什麼 那麼做到最後 你會變成什麼 那麼這過程中他都告訴你清清窮窮 這個叫做道赤地 那我們沒有 我們的道赤地 沒有只有什麼專心虔誠 佛智慧加持 佛智慧加持 天智有安排我告訴你 沒有 真的 你一定要了解修行的道理 不然是沒有 那這個就是什麼 你這一生就算沒解脫 你這一生就算沒解脫 你這樣文師修文師修 透過你所聽到的政見 還必須是政見 透過你所聽到的政見 好好思維正見中這個叫做法 那麼法或聚 那麼思維他其中的意 異理 異理 願解如來真實意 如實之如實見 那麼思維他的異理 那麼依著他中間的修道赤地 好好的去修 去觀 那麼該職戒就職戒 該修訂就修訂 該起觀照就起觀照 在哪個境界上起觀照 在起煩惱的時候要先控制自己的煩惱 叫做戒 我很貪但是我不可以貪 我今天受八關災戒 我要過不死 我雖然很想吃 但今天我不能吃 那今天 不管怎麼樣 我都不能殺生 不能餓口 不能忘了 控制 控制 平常控制不了 今天特別就是要控制 今天是死事 今天是跟佛學習的大事 今天是要 重解脫三根的大事 所以今天無論如何要控制自己的煩惱 就好像你要結婚大使之日 今天不可以罵人不可以生氣 那你懷有小孩了 要做胎教了 不可以喝酒不可以抽菸 不可以賭博 这样就胎兒不好 那我们发了菩提心 就好像懷有一個胎兒一樣 我們要學佛就好像 我們有了一個什麼 有了一個胎兒一樣 我們 種一個菩提樹 懷一個脖子 那麼我們要慢慢把它 就是不要給他不好的影響 類似像這樣 那麼你有了這個心 你開始會持劍 那開始會專心 然後不但不給他不好的影響 還有給他什麼 好的影響 給他聽音樂 給他聞好的 吃好的 然後類似像這樣 那個就是什麼 要給他仿 其實觀念是一樣 但是我們沒有 我們沒有這樣 我們只是 天天就是 以為功課就是什麼 早課晚課 然後 誦經念佛拜佛 那這個叫做功課 這個是功課 但真正的功課是 在你不起煩惱的時候 你知道怎麼樣保持煩惱不起的狀態 起了煩惱之後 你知道怎麼樣控制煩惱 然後進一步知道怎麼樣調伏煩惱 最後才能斷除煩惱 因為你的目標就是斷除煩惱 只有斷除煩惱 只有斷除煩惱 那麼才能夠不造業 只有不造業才能夠不受苦 或越苦或越苦 那麼你血苦就是要離苦 那麼你如果不從這個地方 那沒有自問 自問真正的自問 那麼他告訴你 你正見 佛法你要從 所以要從正信三保 那麼 但是我們現在的三保有時候 有時候不是佛時代的三保 就是說我們聽到的法 我們以為的佛 我們聽到的法 跟我們認為的修習 其實有時候跟 跟佛法真正的佛法沒有 半毛錢的關係 真的有時候沒有 有時候有一些 有一些沒有 有時候是完全沒有的 所以 我的誰知道呢 你就不知道 那不知道其實沒關係 你又不學 這個比較麻煩 學又不努力又不堅持 孔子也講啊 孔子說他學習 沒有半途而廢 如果半途而廢這件事 我發現要學習 半途而廢 無佛人 佛無福為能 就是我不做這種事 我要學 我就要把他學好 我真正要學 我就要把他學好 那麼 沒有學好 我不放棄 中間不停止 那麼我們 學習佛法也要有這種心 既然要學 就要把他學好 那麼學到究竟 不然我們不放棄 因為 這個是真正對我們好的 你有學沒學對我來講沒有 沒有什麼差別 但是對你有差別 對你的離不離苦有差別 這個是很重要 那麼 那是要講利根跟頓根的問題 那麼你過去如果累積 比如說智慧要100分 那麼可以震果的樣子 智慧如果是100分可以震事果 就好像一杯水 你過去生的智慧累積到這裡 假設這個是有漏慧 這個是無漏慧從80%來講 是無漏慧 這個智慧70% 那麼以下是有漏慧 然後到這裡是無漏慧 90 100 真阿羅漢 假設這樣 然後這個出國 這個俄國 這個四國來講 你現在累積累積到這裡 60% 那你不是聽得硬無所住和生氣心你就震到這裡了嗎 你再追加上去就是了 就好像你那個木頭已經烘到很乾了 稍微火一點就燒起來 你那個木頭還很濕要用很大的火才烤乾 烤乾才剛開始燒起來 後面後氣無力就沒有了 一樣的道理 那所以 那你的木頭完全是濕的 你烤一天一夜都還沒烤乾 你還能夠燒起來 你的智慧火燒不起來 我們都不能夠滅煩惱心 一樣的道理 那所以 你看你現在 比如說我們現在學習佛法 思維佛法 像我現在跟你講的就是 教你怎麼思維 你去了解佛法真正的道理是什麼 而不只是 養性 因為 因為大家都說好 我就相信 因為說地藏菩薩力量很大 你就算多到地義 他也能夠把你拉起來 所以我趕快來 唸地藏經拜地藏菩薩 不是這樣 真的這個是沒有辦法 你這樣的相信完全沒有智慧 你只是盲信 兩信 你連正信都沒有 你正信都沒有 你哪有什麼文師修 沒有 你的文還不是 正信正見的文還不是 所以 那你如果到 到這個 百分之 已經到百分之八十 你來這個世間 那麼一下子添了你就百分之九十 你像 你說廣青老的上 廣青老的上也沒有毒精 可是過去有數是會 不然你看看人家帶 帶一帶女去山裡面出來就是阿羅漢 你帶一帶女進去看看 你就是車一車進去 你吃完了你也什麼都沒有 我跟你講為什麼 也不是說都沒有 沒有啦不一定要看你過去生 如果你過去生沒有 你就算 你看看 老虎會不會幫你守山洞洞 猴子會不會栽桃子給你吃 你試試看 那你不能說 讀書 他過去生中有毒了 所以他這一生 你說六祖 他也沒學過佛法 他挑著踩回家 聽到人家念金剛鍵 他心裡面就有體悟啦 為什麼 數是會 所以這個就說我們來看這個人利根 利根是他過去修學 那甚至沒有佛 他自己看見後面講屁之佛 他過去正出國惡國三國 那麼這一生佛已經不在了 他生天再來佛已經不在了 因為生天年都兩三千年了 或是比較高的天好幾千年 那麼這來的時候佛已經滅度了 沒有佛法 他不聽聞佛法 他看見揮花若驗 他就能正國 為什麼 他已經到90% 這下來只要10% 那一下子就完成了 一樣啊所以我們現在 我們有些人過去是有數是會的 有些是沒有的 但不管過去有沒有你這一生 都要這樣文師修 那麼你如果以前到這裡 你以前到這裡現在 這一生加到這裡或是努力一點 你甚至可以就可以得解脫 如果沒有 那麼你這一生就要開始累積 你下一生來有可能就解脫 或是你下一生來又累積累積 要累積幾生不知道 但是看你用不用功 那所謂的利根 所謂的利根都是 幾功累得 那我們要常常這樣啊不然我告訴你沒辦法 為什麼有些人容易我在想啊為什麼那麼那以前那些人 為什麼解脫那麼容易 而且很多都是外道 當加特的弟子1000人以前只知道拜佛 拜佛教的啊 這個虛拔陀羅老外道啊120歲 120歲100年都在修外道 佛陀要霧裂盤 他去他才去天而已啊 阿難在佛身邊 25年 也才震出國 天天聽阿難又多聞又很會斯文 也才震出國 虛拔陀羅 只見佛不到一個小時 他就震阿羅漢 舍利佛 舍利佛在善若宇那邊不知道修幾年不知道 但是他聽還沒見佛聽見法文法文法文法就見法 但是也要 他震阿羅漢也要15天 虛拔陀羅老外道修了那麼久的外道 他就怎麼樣 他一聽 一聽就震阿羅漢 那麼這些都是什麼 這些我們就叫做立根 那麼立根立在哪裡 立在他過去有術士會 那所以我們這一生為什麼來聽見 我們要累積術士會 那術士會他不是只是文 他一定要經過文詩修 修是什麼 比如說 我們要知道我們的無肉會 無肉會是什麼會 肉是什麼 肉是什麼 肉就是煩惱 肉就是煩惱 沒有煩惱的智慧 有智慧就不起煩惱有智慧起了煩惱知道怎麼調伏煩惱 有智慧知道調伏煩惱 也知道怎麼斷除煩惱 斷除煩惱就是我把這個煩惱調伏之後他不會再 不會再有這個煩惱 就好像我們得了 得了得了這種病然後疫好之後 以後不會再有這種病一樣 那麼這種 這種你有這種的智慧 那麼如果你從來沒有調伏過煩惱 你的調伏都是壓抑 我很生氣我練大悲重 讓那個人不得好死 讓那個人痛苦 不是我 我寫一張 我寫一張超度法會把他超度走 那麼我就不會再受他痛苦 不是啊你沒有調伏自己的煩惱 你就要解決自己的痛苦 你認為所有的痛苦都是別人帶給我的 那麼所以你把別人解決了我的痛苦就解決了 沒有你沒有從你的煩惱下手 你從來沒有覺察自己的煩惱 也不會去控制自己的煩惱 你要控制的都是別人的煩惱 你覺察的都是你看這個人那麼小氣 那麼稱認性那麼重 貪心那麼重 你都在覺察別人的煩惱 而且試圖要控制別人的煩惱 那麼最好能夠斷除別人的煩惱 可是從來沒有覺察自己的煩惱 要控制自己的煩惱 生死是你在生死 解脫是你在解脫 煩惱是你在煩惱 你不解決自己的煩惱 你怎麼可能解脫生死 那是不可能 你怎麼可能有智慧 你不想辦法看 第一個就是要了解我有什麼煩惱 我在哪些人 哪個時候容易起什麼煩惱 你要了解 那麼你要知道我正起了煩惱我要用什麼方法可以控制他 就好像你有發魂症 那 花多的地方就不要去 對不對 那你秋天的時候容易有什麼 身體癢 那你就要做防護要塗些什麼什麼 反正你自己會防護你的身體 但是你從來不知道要防護你的心 所以 佛法的智慧就是 不起煩惱的智慧 起了煩惱知道怎麼調補 控制 斷除的智慧 那麼這一點如果你沒有的話 你是不容易有智慧的 你不容易有智慧 你知道念佛 知道宋經 知道郭一三宝 那個只是圓那個還不是有智慧 那個有時候是善言 有時候是你的福報 那麼那個還不是智慧 真正的智慧 真正的智慧就是 不起煩惱的能力 能夠控制調補 能夠覺察控制調補 斷除煩惱的能力 那煩惱只要有兩種 一種是見煩惱一種是愛煩惱 見煩惱就是觀念上的錯誤 愛煩惱 就是行為上的偏差 就是貪跟撐 你什麼時候你有什麼貪心有什麼撐心 你特別貪什麼特別憎恨什麼 特別討厭哪一種人 特別喜歡哪一種 見到這種人 就跟他不共戴天 那這種 這種有你就沒有我 這種觀念基本上你不知道你存在這種觀念是一種撐心 你知道了 見煩惱說斷就斷 我不知道原來西瓜是長 西瓜是藤葉的是長在沙地上 原來木瓜是長在樹上 知道就知道 你不會今天知道明天不知道不會 見煩惱說斷就斷 但是他還有生跟情 愛煩惱沒有辦法說斷就斷 我知道撐恨心不對 我知道撐恨心不好 可是我沒有辦法說不撐恨就馬上不撐恨 我知道貪愛心不對 我知道貪愛心是生死的根本 可是我也沒辦法說不貪愛就不貪愛 這種就是要慢慢斷要先控制 覺察控制條款 劍煩惱要從觀念上 觀念上釐清沒有邪見 沒有非陰即陰非果即果 非法說法 法說非法 非律說律法 律說非律沒有這種事 就好像 佛祖跟你講 你的苦不會因為你念了幾千句幾百句咒 你就可以滅苦 沒有這種事 可是我們現在人還是這樣 那麼念了什麼咒就要滅什麼罪 就要滅什麼業 就要往生淨土 那 沒有這種事 沒有這種事 可是 這個叫做 這個叫做非陰即陰 我因為念這個咒 我就會滅這個苦 就會消這個業 那 消苦跟滅業是一種果 就是你得到這樣的一個殊勝 是因為這樣的原因 可是 這個原因你念咒 就可以滅苦 那你的苦並不是因為你不念咒 所以現在你念的咒就把這個苦念 不是這樣 這個叫做非陰即陰 你現在這種境界 並不是解脫的境界 你以為這個是解脫的境界 那個叫做非國即國 那我們大部分的人不是非陰 多數的人是非陰即陰 那麼非陰即陰最重要的 最主要的就是 我們雖然 養性三保 但是 我們 非法說法 就說這樣的說法其實不是佛法 但我們以為這個就是佛法 其實重點因為非法說法 那麼所以我們經常非陰即陰 這個是一個 現在佛教界很嚴重的問題 所以因為這樣你累世修累世修 你都沒有累積智慧 累積了一點苦暴 自由啦 其實他是跟外道一樣 外道也有戒 也有電 也有修復 累積了一點仁天善月 但是你沒有素氏惠 你沒有會 你這一生還是這樣修 還是這樣修 你下一生 你過去生沒有累積 所以你就沒有素氏惠 你下一生再這樣修 修到弥勒佛再來 我告訴你 你也沒有 你以為 我就忍到弥勒佛來 我就可以榮華三位得度 我告訴你 榮華三位 你參加不大 為什麼 參加龍華三位的人 一定要具備什麼 第一個 慈悲心 84000歲的 慈心相應的 跟弥勒佛慈心相應的 你現在沒有修慈心 沒有慈悲心 慈悲心沒有劇足 你生不到84000歲的人間 第二個 龍華三位那個是 佛再來的事件 是人間淨土 那麼你龍華三位 得度 那是因為你有素氏惠 沒有說坐在那邊聽 尼勒佛說法 你都不懂的 沒有 那個都是相應 第一個你有慈心 第二個你有福報 你有福報 那第三個 第三個你有智慧 最重要是要有智慧 沒有沒有智慧 就算你跟在釋迦佛身邊 你也不能得度 沒有智慧 沒有辦法 釋迦佛在怎麼神通變化 不可思以大悲願力 沒有辦法讓一個 沒有智慧的人得度 沒有辦法 那這個我們要知道所以 他只是給你一個因緣 你的木頭是乾的 他點一把火你自己燒起來 你的木頭是濕的 他點一把火 那個火才燒完了 你的木頭無動無衷 真的啊 你這一生完了 念經練完了 木頭也是濕的 木頭還是濕的 為什麼 一根火柴 燒不了一根絲木頭 但是一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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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一根火柴就夠了 對不對 先有這些草然後整個木頭就燒了全部燒了 整棟房子整個森林都可以燒掉 那為什麼 那麼基本上就是那個智慧 那你沒有那個素氏會 你是沒有辦法的 那我們現在 其實我們現在聽見 也許 這一生就可以政府生發了 可以得解脫 也如果沒有 如果沒有你要很相信 你這一生累積的素氏會 你在哪一生決定會有反生作用 那麼就這樣 一次一次這樣修 那麼 但是會 佛法最重要的一定是 你要看到自己的煩惱 然後要有能力 有能力 解決自己的煩惱 控制自己的煩惱 這個是最重要 如果沒有 你以為 我 我的煩惱交給地上菩薩負責 我的業交給觀音菩薩負責 我的苦難交給 釋迦佛負責 那你負責什麼 你負責 你負責什麼 你負責出錢送金這樣 沒有 那這個是沒有辦法的 這個是我們現在佛教徒的一個盲點 我看來看去 真的 這世家現在的一個盲點 所以我們現在應該要好好的學習 佛法 而且要很能理解佛法中所說的道理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好 那麼這裡講到就是 講到素氏會 那 那就是你要理解 理解這一部經 真正在說什麼 所以像我們天間都會 願解如來真實意 你要了解 佛法 到底真正在告訴我們什麼 你知道了之后 他一定有兩個 一個觀念上有明清 一個行為上有改變 你以前 你以前做不到的 現在做得到 你以前不會做的 現在會做的 你以前不會做的 現在不會做的 是什麼意思 你以前 會做的不好的事 現在不會做的 你以前不會做的 應該要做的 現在會做的 守則轉身 身則轉手 一定要有 這樣的體悟 不然我告訴你 你學佛 你學到彌勒再來 我告訴你 你 你也不會在 真的 你在哪裡 你不知道在哪裡 要看 有些還在地獄裡面 有些在鬼道裡面 有些在畜生道裡面 你也不相應 你跟法不相應 你不會生到有佛國 不會 那麼你跟你的法不深入 你就是聞到法 聞到法 就好像那個一瓶水倒在沙漠裡面 沒有幾分鐘就蒸發掉 你去參加法會 殊勝個5分鐘 後面都是煩惱 沒有意義真的 但不是說參加法會 而是說你那種感動 只是意思表面的 你不是內心跟法的相應的那一種 那一種那一種感動 你必須真正那種感動是不會退失的 就是內心中有法的那種感動是不會退失的 所以必須要有這種智慧才能不退轉 如果沒有也是沒有辦法 好 那先下課好了 還有5分鐘 打這個還有5分鐘 好那再繼續講 好 所以他這裡講 我有利根文及信眾 所以以前我是很羨慕這些人 我一直想不通 我有那麼鈍嗎 那為什麼 我聽了那麼久 那些都沒有那種感動 後來我們發現我的修行方是錯誤 就好像磨磚取 磨磚取鏡一樣 那你一直磨磨的是磚塊 你知道怎麼磨 你知道怎麼磨 那麼他也沒有辦法變成鏡子 那 那一樣的道 你煮沙在煉油 你在火再怎麼大 沙子再怎麼多也煉不出一顆花生的油 勒結的苦行 非涅槃音 不是你受苦就好 不是你用功就好 不是啊 方法不對啊 那麼他是沒有辦法成就 煉沙取油 取不到油 取不到油 磨磚做鏡 磨到那個磚頭都沒有了 那個磚頭也不能成為鏡子 這個叫做非陰濟陰 你從這個陰到得那個果 陰果不對啊 陰果不對啊 你沒有辦法得成就啊 真的 所以他說 他這裡有兩種 一個叫利根 你給我動個 利根的裡面又有分 利根的裡面又有分喔 那麼 文極信眾 這個是智慧 智慧利根的 另外有一種就是智慧沒有那麼利 但是 但是 他的 他其他的 定啊 福報啊 借啊 那麼有 但是也有智慧喔 也有智慧 所以 若有善果有善業 那這種善業基本上就是有 就是 借跟定 還有少分的會 那麼他只要 全勸 勤勸成就 他只要再努力一點 那麼 所以這種有信心點跟法行點 那麼 福報大的 福報大有福報有大 但是不是有福報沒智慧喔 他一樣有智慧但智慧沒有那麼利 智慧沒有那麼利 所以這種人喔 多用功一點就可以成就 那種智慧很利的喔 那麼以前已經修到 修到一個持久的 那麼他怎麼樣 他稍微一點就通了 就火一點啊 整個就燒死了 那智慧就明亮了 那麼這個是一種 那頓跟的 按頓的 要久化 頓跟的有兩種 要久久的教化 那麼慢慢讓他增長智慧 那就是 前面的利根的人 那麼一點就通了 那麼或是他自己稍微用功一點 好 那麼 這個 那個人 那個人稍微再鼓勵他一點 自己用功一點 也成就 頓跟的人就是他過去 沒有 過去沒有的話 要 久化方歸 歸不是他就成就喔 而是什麼 而是他開始就信 歸向正道 頓跟嘛 他開始覺得 佛法開始有正信 啊 開始要學正見 或有業重 前面那個是利根 智慧 然後 就利根裡面有智慧跟福報 善業就是福報 福報有戒有定 那麼頓跟的人 就是煩惱剛強 那麼 習慣一些 起煩惱 那麼 沒有正見 這種人 啊 那麼 如果 要非常非常 長時間的 教化道 那麼他才可以歸姓三保 就歸 歸姓三保 歸姓三保 那麼業比較重的 啊 那麼 對三保不產生禁養 他連正信都沒有 他不相信 那麼 你看這個就是 利根跟頓根 那我們一般來講 修福跟修慧 但是 不是只有福沒有慧喔 以前常常說嘛 那麼 修福不修慧 這個大象 掛英若 修慧不修 羅漢脫空波 好 那我問你 那個是有福跟有慧 沒有 有 沒有慧但是有福報 有很大的福報 一個是 有很高的智慧 但沒有福報 那麼我問你給你選 你要大象 掛英若 還是要羅漢脫空波 再傻的人都要羅漢脫空波 對不對 大象掛英若 你要掛幾次啊 對不對 而且大象才幾 羅漢脫空波 他只是餓一頓 他也沒有關係啊 他的苦 他的辛苦心不苦啊 對不對 而且 他這一生之後他都不會再受苦啊 這笨的人也會選羅漢脫空波啊 但是羅漢當然不能掛英若 但是羅漢不能脫滿波嗎 可以 那就要修福修慧 但是智慧是最重要 智慧是 凡夫跟聖者的最大差別 就是無肉慧 凡夫跟聖者 凡夫外道 跟聖者最大的差別 就在無肉慧 一切懸慎皆以 無違法有差別 無違法 就是無肉慧 所形成了解 不聖不面法 那這個是很重要的 好我們先下課 禪林第三期工程 盛意樓 包含 在講堂 大寮 大寮 摘堂 居士寮 即將動物 他將會成為法師 在家居士 及善心人士 清靜的修行之一 禪林建設經費 仍需大眾 康慨解惱 隨喜功德 我先下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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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